记者杨新惠台北报道,台北农产运销公司风波不断,吴殷宁金在脸书发文强调北农是件自负盈亏的公司,并PO出台北市政府投资事业管理监督自治条例,内容提到北农非市府股权代表,由市府指派股权代表一人列席报告即可,外界解读吴不愿在府议会背询,陈景峻对此说,该我扛就我扛。 只是说事情希望不要太政治化,北农原本将在今下午召开临时董事会,未料董事出席人数不足,近15分钟即宣告留会。 吴殷宁在受访时则强调,今天是临时董事会,相关的发言就交由董事长发言,现场媒体问陈景峻是否会认为无脸书PO文及董事会之事,应由董事长发言的说法 是在推卸责任。陈泽表示,该扛的他会扛,全部我负责也没问题,只是希望北农别成政治角力的场所。 至于北农的风波是否会因这次留会越演越烈? 陈景峻则说,应该不会吧。 这已经告一段落,先前被农总经理吴殷宁在议会不断遭议员抨击,七大工会则联合出面力挺他,也质疑有哪个果菜批发市场的总经理每天批叫去议会质询。 吴殷宁金在脸书发文,内容提到台北市政府投资事业管理监督自治条例是否资本额未超过50%投资事业, 总经理或董事长是市府股权代表,经市议会邀请应列席报告,如二者居非市府股权代表, 由市府指派股权代表一人列席报告,并强调目前对农应要回归法规,回归作为产销平台的使命与任务,才是对农民及消费者最大的注意。